好,我们继续,我们继续 就是刚刚讲到的就只有 力的系统,我们接下来来看 弯具的系统 弯具的系统 弯具的系统呢 其实跟力的系统 是还 蛮接近的,只不过说 他多了一个 一个力臂 就是技里 好,这样我们把它写一下 这个呢 我需要把它扩大一点 那个 有点太细了 这个 掉到这里来 然后弄粗一点 这个笔太细了 我们呢 就用 这个 感觉 还是不够 这样的话会 看的不是很清楚 我们用白色的 这个比较清楚 n x n y n x y 这个就是 弯具还有扭力的系统 他是等于 2分之h 然后从顶部 负的2分之h 开始击分 他是多一个z 因为多一个利 利币 一个 记里 然后这边呢 一样就是 sigma x sigma y 然后 tau xy 然后呢 去跟 z做击分 这个是 一个击分的概念 好 那怎么推导呢 其实 很简单 因为他跟上一个 z的系统呢 就是插在这个 各位注意看 他只是插在一个z而已 所以呢 其实 你们 中间的部分呢 我就 不再重 因为是很类似的 最后呢 他 他只是 一个差别 中间的 我们就点点点 你们自己去推导 最后呢 他会变成一个 这样的一个性质 中间呢 就会有很多过程 因为跟 第一个推导 是很类似的 我们就不再重复 这个由你们自己 去作业 去推导 就会变成一个 V F0 加上一个D D级阵 然后caba 所以现在呢 剩下来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我们一样 就是要把这个 这些 急症的元素 把它写出来 然后V呢 刚刚已经重悟了 因为 V急症就跟刚刚一样 然后剩下一个D急症 D急症的元素呢 就DIJ 就是 D11 D12 D16 这个 这几个元素呢 把它是等于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K等于1到N 然后Q8IJ 然后K 就是 DK层的这些材料常数 然后乘以什么呢 乘以这个 厚度 他的距离 HK的 30 剪掉 HK的 HK-1 这个呢是 第3个D级阵 很重要的工资也是要写在你们的 Excel 或是你们的程式里面 很重要 好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很快的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结论出来的 这个结论 结论我们要出来的 大家要稍微懂一下这个结论 中间讲那么多了 其实主要就是在讲这个结论 就当我们这个成板 我们这个成板我们把转到白板的黑板的 左边 左边 那你们如果 不懂的话你们把附影带倒带 倒带 就会看得比较清楚 因为我们黑板是移来移去的 因为我们的电子黑板 所以要移动的比较方便 不像 教室的黑板的没办法这样动 好 所以呢我们的结论出来 这个结论是什么 这个结论是什么 这个结论是非常 重要的一个结论 会有两个外力 一个是力的系统 一个是弯极的系统 然后呢 他会 乘以一个叫做 AVVD的急证 AVVD的急证 这是一个6乘6的急证 AVVD的急证 然后就乘上一个 AVVD的急证 然后KAPA 也就是刚刚 刚刚其实就是 其实就是这样的整合 我们把刚刚那 那几个程式 把它集合起来 其实就是 就是这个意思 也就是 这个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N几正 我们第一次推导 我们第一次推导 就是 A乘以 A几正 乘以F0 加上 B几正 CAPA 关机的部分呢 这个M几正 其实他就是等于 B几正 3月F0 再加上 B几正 3月F0 OK然后A B D 这些元素呢 所以这个是一个 6乘以的急证 这是一个6乘6的急证 然后这个是一个6乘以的急证 6乘以的 基本上呢 我们就可以 这个 我们要结什么呢 各位注意看这个这个逻辑 逻辑是什么 我们到底 我们到底在结什么东西 因为呢 这个就是一个变形 这个是一个 变数 也就是要结的 Variable 变数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带结的 这个呢 是以之外力 这个是以之的外力 然后这个呢 是材料变数 ABBD呢 这个东西呢 材料变数 这个是材料的变数 材料变数 这个是材料变数 所以也就是说 这已经很清楚了 我们到底在结什么 就有两个以之的 一个变数 以数据角度 就是 就是可以 可以得解 就可以解 所以这个就是 他的一个关键 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可以 解 所以我们整个城市的架构呢 好 我们把它写出来 把它写在这里 城市的架构 那各位呢 就按照这个城市架构 下去写 城市架构是什么呢 我现在呢 城市上的架构 城市上架构是什么 就是我们刚刚 各位呢 已经有一个 Program 第一个呢 Program一呢 你就已经可以算出这个Q几帧 然后接下来就是Program二 你可以算出Q8K几帧 Q8几帧 还有你也可以算出这个 每一层的 应变 我们都Q8K好了 K层 这个因为他有Sita 你就可以 可以算出这些东西 啊 这是你们已经完成的 接下来呢 我们城市3 城市3的范围是什么 接下来下面这部分就是城市3 縮小一点 注意一下城市3 城市3呢 我们会给你们一个外力系统 叫given 这个外力系统就是有两个一个是 力的部分 一个是弯极的部分 这个是 椅子的外力 我们叫 椅子外力 外力一定都是椅子的啦 因为 有多少多大的风力 就会产生多大的外力 或是多大的测流量等等 然后从这个 我们呢 就 这个是已知的嘛 接下来呢 第二阶段就是 算 因为只要有材料常数出来 只要有qbar出来 我们就可以算出 AVD几帧 因为刚刚已经给各位公式的 就是那些三枚型的那些东西 所以 这个是已知的 这个是可以透过那个 刚刚三枚型的那些公式算出来 然后这些的qbar呢 又是你们第二层次算出来 所以 可见到这里呢 都可以算出来 这个算出来以后呢 我们就带入 这个 算出来的 组成力的关系式 也就是说 h0 q 这样的一个变数 它可以透过 逆几正 这样一个逆几正 再乘以 已知的外力 已知的外力系统 是不是就可以把 AVD几正 算出来 这个就很有趣 你可以看到 真的就是 可以把这个给算出来 可以呢 我们就 计算出 算出 透过这个 那个 你们写的程式 就可以算出这两个东西 一个中间面的变形 还有它的曲例 你们就可以 透过你们的程式算出这个 这个算出来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算出 这个f 就是前段面的 变形 我们就可以算透过这个 f0 加上 z kappa 因为你kappa 已经算出来了嘛 这个呢就是 我们就可以算出 前段面的变形 这个叫做前段面的变形 要前段面的变形 要前段面变形 到最上面 前段面变形 好 接下来 既然变形出来又 每个 每一层的硬力 我们也可以 算出来 透过 透过 第二个程式 第二个程式 成立它的应变 就是 这个就是 前段面的 硬力 也可以算出来 这个叫做前段面的硬力呢 我们就可以 把它给算出来的 你们 因为我们这个画面是变来变去 所以你们最好是 准备你们的笔记本 把它写下来 不然的话你可能 有时候会 缩小以后就看不到 好 这个得出来又但是各位要注意一下 这个是 xy系统 所以我们注明一下 这个是 xy系统的 因为这是在xy 系统之下的 他的一个 因应变 就是xy系统之下 然后呢我们呢 需要 把它转成 LOT系统 那各位呢记得呢 LOT系统的就是 Sigma K 在LOT系统之下 就长短算 长短向的系统 长短向的系统 他会有一个转换脊震 这个是每一层都不一样 我们讲到有个叫T脊震 第二个层次里面有一个T脊震 它是每一层会不一样 因为每一层的角度Sine系统不一样 然后呢 透过这个转换脊震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转掉 我们Sigma呢 写好了 Sigma呢 这个xy系统 K DK层的一个系统 就会 就会把它 转成 转接到以后的就是回到我们第二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 去确认 就是check 确认 我们 第二个层次里面有一个叫确认 Fletcher Or not 就是讲 就是 拉力强度 压力强度 还有 抗减强度 有没有超过 check Fletcher Or not K6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知道在某一个层 它是不是有破坏 那我们符合材料呢 就是在这样的外力系统之下 我们要去检查 就是 是不是会在某一层 坏掉 如果假设在第六层坏掉 那你第六层的那个Fiber 角度就要去调整 调整它到不坏掉为止 反正符合材料设计就说 只要某一层有坏掉 那你那些材料就要去做改变 改变到最后它不坏掉为止 好 各位同学 我们现在已经把第三层次的流程 把它讲完了 好啊 你们就可以开始写程式了 那我们接下来会附一些例题 给各位呢去check你的程式 对不对 好 好